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中属于本金的储蓄 不论什么时候作提取 都没有税金和佛金 但是Roth IRA提取规则当中 有两项是和五年内提取有关 第一个五年提取的限制 是和从Roth IRA账户提取收入有关 虽然Roth IRA的本金任何时间提取 都没有税金和佛金 但是提取账户里面收入的时候 就要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够免税和免佛金 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拥有Roth IRA起码五年 这个五年期是可以从任何Roth IRA账户开始计算 即是曾经拥有Roth IRA账户 起码五年就已经符合条件了 第二个五年期的限制 是将传统Aira转为Roth IRA 税例规定将传统Aira转为Roth IRA的金额 虽然已经给了税 但是假如在五年里面做提取 就需要给百分之十的佛金 这两个五年期的限制 其实是可以轻易避免的 因为从Roth IRA账户做提取的时候 可以只提取你每年摆进去的金额 即是可以避免提取账户里面的收入 和避免提取由普通Aira转成Roth IRA的金额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本中见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